粮食作为一种生命体 也和我们一样 需要冬天欲寒 夏天防暑 针对东北府地 下短冬长 低温干燥的气候条件 中储粮安山直属库 将两种储粮技术结合 把粮仓打造成了一台巨大的冰箱 既有制冷冷心 也有保温棉被 粮仓的冷心就是指内环流控温技术 在寒冷冬季 我们通过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 为粮仓降温续冷 使粮堆内部温度降到零下5度左右 形成一个巨大的冷心 到了夏季 一旦粮仓温度超过25度 风机就会自动开启 将粮堆内部冷空气抽出 通过隔热环流管道 将冷空气循环到仓内 从而让粮堆维持在准低温状态 冰箱不仅需要冷源 还需要隔热保冷 就像过去卖冰棍时 给冰棍盖上棉被一样 压盖储粮技术 就是延缓仓内冷气流失的棉被 我们在凉面上铺设 我们在凉面上铺设倒壳 毛毡等保温隔热材料 将粮食和仓内空间隔开 可以有效隔热保冷 保持粮食水分 与传统的储粮方式相比 粮仓里的冷心和棉被 能耗少 成本低 污染 能抑制崇美危害 延缓品质热变 更好地为粮食所先 运用这两项技术 粮食的综合损耗率 可以下降0.3%左右 以5000吨的平方舱计算 相当于每栋舱房 都能节约3万斤粮食 真正地将粮食保管 化为了无形粮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